今天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中国功夫的高人 他的寸净是我认为在李小龙之后发得最好的 他的寸拳不仅快 脆 而且非常的流畅 松弛 他也曾是我国某特种部队的一员 而且担任特战队的教官 从他给学员拿把来看就知道绝对是练过的 而且仔细看 他打拳的发力也有所不同 非常的脆 重 不仅如此 他还会摔法 一定是有摔跤的基础 并参加过擂台的实战 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他的寸净 就是寸拳的发力 集中全身的力量在一瞬间爆发 两块砖也可以 它的速度真的非常非常快 一定要仔细看 看一下两块砖叠加的厚度 然后把难度提高到三块砖 这种大理石也不在话下 当然加后板的大理石难度会更大一点 仔细看这个寸净爆一拉罐 速度真的太快太快了 还有我用刀都切不坏的猪腿骨 连着羊排和两块大理石一起 甚至挑战没有反向作用的支撑 发寸净 悬空爆一拉罐也可以 而且还挑战一个大冬瓜 让一拉罐突然掉下 考验反应寸净还有手速 甚至可以在悬空的啤酒瓶上打碎一个核桃 那啤酒瓶更不用说了 人家开啤酒瓶的方式总和我们与众不同 这个瞬间的寸净开葡萄酒也是非常优秀 而且更可怕的是它没有短板 它左手也可以 额外介绍一个操作 用一脚前的硬币蒙脸当暗器打碎啤酒瓶 当然看完很多人都会感觉是快放了 它用秒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